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臺北市長任內動用第二預備金 舉辦城市博覽會 但是議會不願意買單 民進黨議員就批評 柯氏府是在破壞財政紀律 而前瞬預算最近也引發爭議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很酸 民進黨說謊 說前瞬計畫就是債留子孫 臺北城市博覽會去年 大張旗鼓盛大展開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臺北市長任內動用第二預備金 舉辦城市博覽會 卻因為議會不願意買單 讓款項不得不暫時擱置 而前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日前還主張蔣師傅應該動用二倍金 支付北流正義款項 柯文哲團隊的二倍金 使用方式引發綠營批評 第二預備金編列了史上最高的金額 高達了15億 當作自己的小金庫來用 規避議會預算破壞財政紀律 柯文哲的財政紀律已經是一個破產的神話 二倍金其實他的使用用途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 那麼柯文哲當然也都非常的遵守這樣的規範 二倍金的使用是相當相當的解制的 比起前幾任來說還用的特別的少 柯文哲最近砲打中央濫用前瞻預算 柯市府任內的二倍金運用卻同時遭到質疑 而近期聚焦前瞻預算議題的還有他們 國民黨群起攻擊前瞻預算是債留子孫 直顯前臺北市長蔣萬安才剛抱怨前瞻款向臺北市拿的不夠多 讓民進黨立委忍不住開嗆 2024選戰越來越近藍綠白陣營的攻防戰打得越來越火熱 藉著夏軍城張宇宣台北機動的採訪報導